据国防部官网5号发布的消息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就当地时间6月29号 美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总价值达4.4亿美元弹药和后勤支援一事 回答了记者提问 谭克菲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罔顾中方核心关切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蓄意推升台海紧张局势 无异于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深渊 谭克菲强调 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售台武器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军事勾连 切实履行不支持台独承诺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无论是美方以台制华 还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 都是痴心妄想注定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肚定维护台 递华 滚了 架